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曹元磊对阵陈富杰 曹元磊本身也是河南人 现在他是在澳门成为了职业的相机选手 就是说在澳门是领政府公司的这种棋手 澳门一共有两个人 一个是澳门的老棋王李锦欢 李锦欢老师 另外还有曹元磊 曹元磊这次又是代表家乡河南队出战 接连几轮下的还是不错的 为河南队取得好成绩 也是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陈富杰是来自广东的选手 本次比赛是代表山东出战 好 我们来看对局的经过 双方对兵局开局的 先指路 黑方应以对足 然后红方又还当头炮 转换成这个屏风马的一个阵势 红方上马 黑方出局 红方也出局 这个地方就是说红方在次约上不一样 黑方这个时候就是有炮八金次的选择 对 这样子转换成屏风马强颈七足的一个气 对 就多了一个浸泡风鞠的一个走法 风鞠当然也可以 对 里边也有些复杂的变化 红方马八进七 还有炮八进二 主要是马八进七 黑方再不像 下三进五 但十二三中的黑方也没有选择风鞠 而是选择 还是直接跳马 屏风马 红方就走鞠二进六 那黑方选择马七进六 左马盘盒 这个陈富杰呢 这个是喜欢走左马盘盒 此外呢也有走平坡队居的 对 平坡队居呢也有很多复杂变化 然后接下来黑方走向三进五 这个向三进五呢 就是一个比较老实的这个走法 对 这个正好是这个近期这个比赛 好像一般都走居一进一比较多 对 这个除了这个向三进五以外 或者说还有走向七进五的走法 对 这个向三进五 为什么最近这个又是老普翻新了 倒也不是 这盘棋黑方也没有走出心意 对 就是等于黑方走了一个 还是容易吃亏的这种走法 他可能也是想看看 红方这个准备的怎么样 对这个棋的理解能力是怎样 这个狙击是当前的非常热门的走法 对 最近三年左右吧 非常流行 就是黑方呢 就是打算用这种 强行的反攻力 掌距嘛 加强进攻 红方中中兵 黑方拱足 红方 平居住 这个棋呢 这个前两天呢 在这个江苏对上海的比赛当中呢 双方又大打出手 又出现了一盘 对 黑方反正就要吃 红方继续这个兵武进 直视 十四进武 对 红方吃马 黑方拱一平四 拱一平四 对 这路变化呢 应该说最近呢 又非常流行 对 红方拼另一将 这个 他是拔八拼五反将吗 没有 他走向前进武 还有向前进武 对 拔八拼五呢 红方 十六进武 也是正常的变化 黑方又下出了这个不像的这个新招 对 然后红方走 他也不担心红方 就是平二拉着 最平二拉着 然后黑方走 进局 进局 这个棋就是双方 也是非常的激烈 以后我看看 也可以给大家再介绍 专门介绍这个棋 这个棋就是说 比较新的这个动态 后来呢 是双方这个 拼得也很凶 那这个变化呢 应该说双方呢 都是互有顾忌 对 也可以说各有机会吧 那向前进武呢 就是 这个老谱呢 实际是 六七十年代以来啊 或者说更早在五六十年以前吧 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常 这是官子 对 当时那个时代是这样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布局 体系日益完善 现在认为呢 红方走五九炮呢 还是可以 取得呢 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果 还是红方更主动一些 对 红方好下 黑方出居 对 居平 红方也出居 这个棋呢 就有一阵老谱 走炮刺特别多 那红方呢 就用最简单的一桌 一码一只能断 整成马六进棋 对 然后红方再把棋进走 就是红方这个棋呢 可以稳持鲜少 它下巴棋呢 就是马六进五 我吃你这个中足 就是多足 这个二路炮还有点威胁 这随时有兵机进一的棋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方就比较好掌握 他是一直把握着这个先手 是 所以说 那这个帕二进六是不是 帕二进六红方 可以兵五级一 这样 你充足 他会退去捉换 多了一个拘二退五 对 将来他再兵五级一 再马三级五 所以这个棋呢 也很少有人有人走了 这个是八十年代 偶有出现 出现了一两盘之后 感觉黑方 还是吃亏 后来就没有人走了 走炮一次 倒是最多的 他实战呢 就显得了这个足七进一 充七足呢 也是不少的 但是双方经过对攻呢 红方这个退居很好 对 除此之外 一般都觉得 是鞠二平四这样 这个呢 也下了不少 这个人进马一登呢 你马得向回退 对 黑方再拱掉 这个结果就是 如果你再去的平衡 对方马八进六 多了个马八进六的棋 他将来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马着去七 攻守占备 这个棋 红方是难以控制了 是 因为这个马 足 这个子力的搭配 红方是无法 攻破他的 而走 鞠二平四呢 就不如走 鞠二平一 鞠二平一好 因为你现在在马着进八 就不行了 我在逃马 你这个兵拱不下来了 对 这个马反而成累赘 那黑方这个马 没有好位置去 如果你先 他实战是退马 你先拱他也马三退伍 道理是一样的 他回马 他是鞠二平一 黑方吃掉 红方 也把马呢 再回来 这样跳马灯也不行 那这个长竹 对 正好这个七路马也出不去 是啊 你往这走呢 这个阵型也不对 你这个鞠炮脱根了 是 红方有鞠八进四啊 什么这些手段 红方就稳稳地 就能够取得这个优势 对 所以说这路变化呢 就是黑方这个七路族呢 虽然是过河了 把马把红方这个马呢 也拱回去了 对 但是呢 没有后续手段 这个局面就是说 红方略优 对 红方现在还有 G二平三压马的气 所以黑方现在走 他这个也得平炮对居 嗯 红方就平局把它压住 G二平三 举霸间那儿看一下 对 以往呢 这个棋呢 红方是出现走 马七进六 炮五平四 炮五平四 都有 我记得您跟我讲过 这个炮五平四 炮五平四可以 这是我一个实战 这个新来赛的时候 跟那个河北队的老帅啊 刘锦忠老师 曾经下出了 这个炮五平四 对 我记得您特意跟我们讲 这部棋什么意思啊 它主要是串打吧 对 黑方可以挡住你 是 红方再去蹬 也是红方的 略占一些优势 这个棋 另外呢 红方就是先跳马 也是可以的 他实战也是 直接马七进六 对 这样跳上来 偏跳马 因为黑方这个足呢 还是不好逃 但实战上这个棋呢 这个陈富杰呢 就这个棋 可能研究的呢 不是很深 是 他 从这个效果来看 黑方还是要走平足 还是继续要平足 对 反正它平足什么意思呢 你马 把它蹬回来的时候呢 你毕竟这个马 再向回退 对 然后他黑方有个炮进四 有一个这个抢先 打马 然后再把这个鞠 封入的这个手段 这儿呢 就是说黑方呢 还是能争得 先手 对 那黑方实战呢 他就是走到炮 九退一 他直接就是推雷步炮 对 实际这个棋呢 红方呢比较简单 可以直接吃回来 也是稳战这个先手 那黑方呢 这个曹云磊呢 也是 现在杀气也比较重 他可能 黑方这个退炮 就是想要 看着红方 可能有个马路进四的气 马路进四呢 就是对方有个退向 这时候再退回来 对 他是不是退炮 就是想要欺骗红方 跳马的气 或者说的 他希望红方走马路进四 这样红方呢 反而没有后续 对 他这个落相很妙 他这个 但是红方也没有这么选择 对 这种棋呢 对 作为职业骑手 他都会想到 这马一蹬 那黑方这个马不能逃啊 是 他正好怎么保呢 只好退向 一退向 红方这个马呢 反而跳得太急啊 没有后续手 对 黑方以后炮酒瓶气 打推 反而是个先手 所以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讲 要注意这儿 看起来是先手 实际上没有后续 对 所以这个下棋呢 你要看得尽可能远一点 是 通过这个下棋呢 大家也能够 学到一些这个逻辑 推理方面的 就是加强我们这个 逻辑思维 这种能力 金炮一打 黑方炮酒瓶气 对 还得把局赶走 集团瓶死 这个地方就是双方到了这个 非常这个关键的这个中局战斗了 对 这个陈富杰呢 这个应该说这个功底呢 也非常不错 特别他的快棋 还有那种残局 他的功底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呢在这个豪门广东队啊 这个待了很多年啊 这个功夫非常的不错 但是他可能呢 最近呢 对这个中炮这个布局啊 研究的比较少 是 进入中局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这个严重的疑问手 就是坏气 就导致这个局面啊 就是一发不好控制了 那么走到这个地方呢 是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双方怎么定型 现在红方有什么炮酒精一打满呀 就是现在捉炮一起 对 那黑方呢 这招其实应该走炮二进六 这时候 对 点炮 因为红方这个局发精六将来比较大嘛 先给红方这个局呢 先封住再说 那这个红方再炮九进一呢 继续这个 黑方可以这个时候再走局八进三 再来去捉马 这个马呢正好呢 红方不好这么去保 对 黑方有一个平足 这个发挥七路炮打向的这个 有个打底下 那向三进一 这个平炮就可以了 对有一个炮二平九的 这个炮二进六就是 对 也是 做这个配合 对 你先吃鞠 他先将你 这个棋红方很难守了 对 这个棋红方 轻壳之间就出了大问题了 对 就是这一将 底线再一将 就连续动作了 那这个进炮 跟这个七路炮 还是有个配合 当然黑方呢 二路炮 有这足迹平六的情况下 红方就不能跳马 那他还得这个退炮看上 那这二黑方呢 你看 他等于跟实战比啊 他白走这边炮入进六 是 然后再把这个局走安全就好了 如果你进区捉炮 黑方就把炮躲 那马路进七再登组 那黑方呢 现在登着向呢 对 那黑方就来找他对局就完了 就可以了 如果你鞠子平息 他正让马其队伍 把你这个局关住 对 你平这儿来 他也就保住 你也没办法 这个棋 是 你在平台这边 黑方如果要求简化 他对局也可以 反正总之 你这么走 黑方也完全不怕 主要红方这个 渥西马也没有跳出来 也有一个隐患 对 黑方将来可以 十四进五 把阵群巩固 对 还可以炮九进五 这个时候打出来反击 对 七路族也有些威胁 所以说这么走的话呢 与这个对局的相比 黑方白走了一个炮入进六 那么中局白走一步棋啊 对 或者说黑方少走了 这一个次序 他少走了一步棋 这个局面就相差的太多了 对 他这个实战也没有选择轻炮 对 实战呢 黑方就是这个次序啊 没有走好 结果导致后边这个棋 非常的被动 实战等于黑方 就先走了一个局八进三 对 他直接捉马 那红方现在 他也没有马五进气 他也怕这个地相将来出问题 对 以后黑方马七进八一些什么时候 他先把炮退回来 嗯 这样准备马六进五去闪机 这八路 闪这个局 但局只能逃 嗯 在逃的时候呢 红方这君子进二这个先走上了 等于他这个炮现在在二炉 对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棋啊 对 黑方等于多走了一个压炮 嗯 这个不齐走与不走相差的太多了 对 这同样道理 从实战来看 你现在只能平炮了是不是 其实红方这个时候走居八进六 嗯 就很厉害 就把黑方压住了 是 当然曹亚磊呢 实战没有走居八进六 他走金炮打 也很凶悍 这两周期都很好 等于说这都是先手期了 这个金炮一打 那现在就等于 黑方这个金炮 你再浸泡 你看你就味道要差多了 差了 这双方这个中局啊 战斗的情况下呢 差了一个先手 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对 就这个布局这个选择啊 这个细节上 对 真的是需要好好处理 所以说 这个棋呢 红方呢 就是有很大的 攻势 对 那么到底双方是如何 进行下面的对局呢 我们稍微休息呢 再继续给大家讲解 各位喜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面对红方这个 金炮打马呢 黑方确实这个棋局 就比较被动了 他这个陈木杰啊 这个荒乱当中呢 他走了一个炮二进五 结果是自己的局面 更是不好 因为这个进炮 还不如就进六 或者进二 将来这个碰足啊 是 因为你进五呢 这个给红方 又有一个很好的利用机会 那么曹元脸呢 就走得很清楚 对 他进马给你去换炮 黑方不敢换 他这个炮而进五 就是以为 他不敢这个马武器跳 他又走了个后手 那红方现在聚八进九 把你这个局先吃掉 那只能满汉推二 等掉 让他炮 就冰散 这儿呢 大家看啊 黑方这个两个炮啊 都在红方的口里边 这肯定要丢一个子了 反正这个棋 这个子 就很难去保住了 是 所以他这个炮而进六 走的也是 炮而进五是 又是一个 对 炮而进五 盲中出错 对 这个地方呢 黑方还是 就是只能走炮而进六 或者求其次 走炮而进二 反正这个地方呢 形势也不好了 因为毕竟这个象丢了 对 这个炮就 他走到炮而进五呢 盲中出错 被红方先手利用 他再进一步跑 这样红方还是要吃风向 这个大家现在看啊 就跟我们刚才摆的 那个示意图啊 等于红方多走了 多少步骑啊 对 红方刚才我们摆的 这个示意图啊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双方是军事 现在等于红方 多跳了一个马 多进了一个炮 多打了一个像 对 等于红方连走了三步骑 是 所以现在这个 有多少呢 红方就是有三先的优势 至少三先 对 这样计算 那就是黑方这个 三先 这个棋三先的优势就是胜势了 是 因为这个棋 黑方呢 依然是无法防守了 黑方这个布局没有 把自己的阵型摆得很好 这个 就是让红方多了好几个先手 那现在这个中炮也赶不走了呀 对啊 他赶不走了 炮酒精一对炮的话 他对掉以后 老有橘子最一 那黑方就只好去拔平七 红方其实橘子最一 也是可以的 因为他有这大灯 现在在橘子最一 对 你飞了以后 橘子平五将军 然后再吃马 也是简单就是多两项下 这要炮酒精一打的话 有个马六进五 对 马六进五 也很凶 这都是一连串的先手 对 这也来不及吃的 橘子一也很厉害 对 他没有走 这也无所谓 因为红方优势 怎么下都是优势 对 黑方居二进四 对 他先掌居 对 因为他一蹬嘛 老有这个中手的 红方马进六 黑方炮二平七 对 就黑方寻求对子吧 对了子以后 他是想要这个 用这个七路炮 开上这个七路嘛 对 这个旗呢 走到这个时候呢 曹元磊呢 当时也没有算清 到底这个旗啊 应该去怎么进攻 他先走了一个 他走了一个炮五平四 对炮五平四 那对方回马 因为炮五平四最明显嘛 对 准备双炮去打马 对 打他两个马 那黑方不给这个机会 他先逃一 他先把马回来 红方呢看 没有后续 他又回来了 对 黑方仍然是马上进赛 得跳马 就看住这个中族 就这个 其实这个旗呢 就是红方啊 要是简单一点 就居四平七 就可以 就进行一个交换 那你肯定得向七进五 只能向七进五吃炮 我就马七进五把你向灯了 这是一个杀招 灯掉 灯掉他有没有马七退伍 马七退伍 红方可以马六进五 红方也是绝对的优势 马六进五 这狙也不敢打 这只好有一个窝心马 你也不能灯 灯他炮五平四 就绝杀 这其实红方 肯定能吃灰狮子 也是占优 对 但是会有些 绕他去二平四 你灯马他去他去二 然后红方又去其一 是 但也无所谓 也是绝对的优势 关键把则吃过来 对 这个棋呢 这个窝心马这个 就是说的 肯定是多双向占优了 对 这个是最简单的走法 曹元蕾呢 好像 对这个结果 还似乎不是很满意 是 他呢 又是构思了一个 也是非常精妙的杀法 这个杀法呢 是不容易发现 对 这个呢 倒是给大家呢 之所以选这番棋呢 就是这个杀法非常经典 鞠子平七呢 也是最简单的 而且也非常有效 对 他实战呢 他走马七进九 他跳马东鞠 那他肯定也得鞠二平四 对 他只能先躲鞠 这样你将军 他这个九路炮 现在先防着呢 然后红方走炮 五平八 这个下完棋以后 正好碰到那个 河南队的选手 那个 来自甘肃的 这个刘明大师 对 他说早上 那个炮五平八 那沙发走得很妙 我们开始都没看出来 是 这个平炮是准备干什么呀 对 也没看明白 是 对 两部戏以后呢 大家就知道 他这个炮五平八 是干什么去了 对 这也只能 就是什么 我们先说 如果黑方走马三线的变化 那么红方可以 因为马三线 就是想挡住炮嘛 对 那红方是不是 冰淇积一 他还有橘子积一的手段 对 他其实简单交换 就已经很满意 对 登掉 那这儿的结果呢 我们看是 怎么样 红方就是在还中炮 因为那个炮啊 太厉害 这个中炮也赶不走 对 你G2G2 也没有用 因为红方还可以马六进 你G2平四 红方有个马六进四 强行往里登 对 不敢吃这个马 不吃也得吃了 对 不吃马四进三就绝杀了 是 炮五金四双杀 只能G4平六 这一G2 对 黑方这个马不能登 对 登炮五金四双炮杀 对 他只能飞翔 飞翔反正红方这个旗 怎么都占优 进一步进两步都可以 这个多响多兵 有去杀无去 对 这个旗 这个残局呢 黑方一个是兵种不行 另外目前还少兵 将来这个中族也要丢 少兵 另外呢就是 最主要是有居杀无居 是 就是虽然大此相同 对 红方这个居呢 兵种上就非常强 所谓这个居强如虎 在残局当中呢 有居的要比没居的呢 更加有利 所以这个变化呢 黑方是难以这个接受的 那索性呢 黑方也不去挡这个炮了 就让红方去杀 对 黑方就 不管那么多了 先闭着眼睛 把这马吃掉吧 对啊 先把马吃掉呗 这个 比炮江 我们看看红方这旗怎么杀 对 红方这旗八路炮呢 对 江也没有 如果直接点到二路呢 对方可以打掉 也没起 你在江呢 江它可以电鞠 那红方呢 这个构思呢 也真可谓是精巧 他先走马九斤旗 卧一江 对 先再送一个马 那就只能吃掉 对 黑方只能打掉 这个时候红方再炮八千六 利用黑方的这个三路炮 当架子 来形成这么一个杀势 对 这旗真是够巧妙 对 这个旗黑方呢 如果不理 就橘四平五 也是个杀器 对 它利用这个狙炮 所以橘四退三桌炮 是来不及的 你逃炮 这个炮也逃不开呀 它跑八平五 逃开这个双炮杀 等于说这个炮反而是逃不走的 对 这个旗是一个典型的 这种空头炮的杀法 是 实际呢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炮的妙用 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狙 比如说我们点二路狙 这种 这个旗大家很常见 对 这一下就能反映过来 但是它这个炮呢 其实是一样厉害 这炮就等于这个狙的作用 对 它用炮呢 也是为了填中狙 所以这个旗确实呢 这个杀法呢 在时代当中呢 出现的比较少 不像是双狙错 马后炮 大家很常见 这个旗 在联赛当中走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 这个很痛苦的 这些炮动不了 捉炮也来不及 对 它多亏还有这么一个狙 如果这个狙在其他线上 就是绝杀 这就是个绝杀的一个局面 对 黑方呢就没办法 只能把这个狙呢 送给对方 他得这是田子 对 得来这个 把这个二路线上 这个棋就说 曹云磊啊 这个杀法也确实构思精巧 对 那红方锯子平溜了 还是形成了 有锯杀无锯的残锯 等于说 他用了两个马 来换了一个锯 黑方炮三进三 因为你飞掉的话 它锯六平气 现在红方呢 就是可以 走得稳一点了 因为现在物质上 红方已经占优了 多了个像 对 兵主上呢 也是绝对优势 黑方呢 最主要是 确实残了一个像 如果多一个像 这些还能下 黑方走 先跳马 红方这个棋呢 它就走得比较从容了 就是说 在我们占优的局面下 对 你就要把自己的阵型呢 走得扎实一些 曹云磊呢 这点上呢 还是很老练的 先飞向 先补了一手 曹云磊最早呢 也曾经代表 河南队呢 参加像架联赛 他第一届就参赛了 联赛第一届 对对 他们那个 应该说曹云磊那个 参赛也比较早 后来呢 通过自己不断的 这个努力呢 这个 他的这个才华呢 得到了这个 下 那个澳门 澳门这个当地呢 这个体育局的 这个喜欢 后来曹云磊呢 就是 等于加盟了这个 澳门 对 他整个 就说的这个生活呢 平时都是在澳门 炮三进一 以后呢 红方就 再十六进五 他也是比较稳 对他再补一手势 等于红方把阵型都走接去了 对 黑方这十四进五 炮四平二 那这个又缺项 有俩炮 这个其他人很危险 对 这个其应该说 红方胜势了 对 他先走足迹平六 可能会好一点 对 他是 他先马三进二了 对 他是走了一个 他是平足 足迹平六 红方走了 一退居桌 对 这时候他 不是有个退炮 二路炮打居吗 退居桌的意思呢 如果你逃炮 他就可以什么 兵股集 可以把这物质呢 你退炮 他还可以居住平七 对 你飞向的话 这一将还得颠炮回来 这个 飞向还打着马呢 对 这个马还就 这个其实就是 红方有这个 急线手吧 你要是打兵的话 红方也走居桌 还是居桌平七 黑方如果上 这底线漏风 对 底一将 这是一个居桌炮的动作 这个棋啊 先下炮对方上将 对 先捉 先捉他 先捉黑方只能进马 进马 你要退马的话 别住了 你就是 红方可以再炮一瓶吧 对 这个棋将来这个 二度加居炮嘛 两个炮加在一起吧 黑方将守不住了 这个将来 这点而落 就有绝刹的 这手段 一将一点而落 总之呢 红方 居桌炮在这个 黑方的右翼 有一些攻击 进行速度非常快 黑方也就直接 就跳了一个马 实战马三戒二 红方再居六戒二 再走 对 这个地方就是 黑方也确实没有办法 对 关键是红方前面这个 气霜马 这么一个妙手 对 这个地方 黑方如果马六进四 红方可以走向五进七 好像有丢子的危险 就肯定丢了 因为这个马保不住了 对 二路马没跟 这个马 这个马一丢 红方这一飞向 就可以锁定证据 对 所以黑方很无奈 他只能马二进四 就这个马跳到这来 对 红方同样是卡马 或兵无心 他还是只能炮七平六 对 因为这个马不能逃 这一逃 那个马丢 炮七平六 然后红方走 炮二平九 红方这个退居的 这个动作呢 把黑方这个子力 控住以后呢 主要就是为了 这个直接呢 这个狙装炮去阻杀 对 这儿黑方呢 对于红方这个狙装炮呢 已然是无能为力 这没办法去防守了 对 因为你打局 也没有用 对方先沉炮 都是 对 下棋炮 狙六平七 杀棋 红方在平局 这儿黑方也没有反击 关键黑方没有这个 这个匹下不 这是 江两军 这个都是杀棋 对 先炮江也是杀 对 这个叫典型的二路家居炮 那黑方呢 叫马斯静武 最后一步棋 他是把这个 就说他走了一个马斯静武 他希望呢 反正有一点将军 要退炮啊 这个地方呢 曹永远先下底炮也是可以的 对 但是他先下底炮 他可能怕他知事啊 还要再麻烦 那红方就先把这个局点下去 直接先点局 对 下部棋呢 看着红方 就是走炮九尖二 炮八尖一 这也没办法去防守了 这棋张 因为黑方呢 怎么将呢 都无法形成杀棋 所以黑方走到这呢 就索性呢 这个庭中任府 因为这个棋 红方下底炮是一个绝杀 对 那这班棋呢 应该说这个中局呢 双方战斗还是比较激烈的 是 而陈富杰呢 由于这个炮二斤六米就走出来 可能局八戟三这招机走得有一点随意 对 结果被红方呢 抓住牵手以后 这曹永远呢 这个什么金炮打马 关键他这个 进这个二路炮这部菜妙 对 送马在金炮 这个沙发可谓经典 对 也值得大家呢 这个好好回味一下 是 那向甲当中 确实也给大家呢 带来了很多这个佳作 那么我们也尽可能精选一些 精彩的对局带给大家 好 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